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第三月海空联合操演就在大陆航母遼臨后 沿台海中线大动作防港后 国防部随即释出影片 不管辽宁舰来或不来 国军捍卫国家军手岗位 这个是我们的职责 近海的航行过程中 它要跨越不同的战区 这样就有着协同关系的变化 比如说战区指挥关系的重建 和下一个指挥关系的接续 军方板博辽宁舰行进 我防空识别区并没有舰载机起这样状况 辽宁舰跨战区演训 陆方军事专家认为重大变化 就把对岸意图不轨 国防部长冯世宽 全程坐镇横山指挥所严密监控 陈丰美国对台军手 以及实地声号进南海 陆方大动作宣示 辽宁舰跨区演训 隐含浓浓浓警告位 国军也有高规格训练 特别有F-16被发现到说 带着鱼叉飞弹飞过台湾领空 所以要去跟踪辽宁号 它这次其实并没有 以军方所发布的说法来看 它并没有要飞出领空 去进行一个跟踪 怎么来 当然我们有看到这次 花莲空军基地 派遣了四架F-16战机 F-16战机它挂了两枚 每一架战机都挂了两枚 AGM-84L 也就是空设的鱼叉反舰飞弹 从花莲基地起飞 前往台中清源岗 空军的说法是 要让他们来进行一个 就是熟悉短场 就是那个外场 然后短距离起飞 跟降落的一个演练 那当然其实 AGM-84L 也就是鱼叉反舰 这个飞弹来讲 它本身的这个性能 其实是可以说非常优异的 第一 如果说以空中 空中的这个战机来发射的话 因为战机在空中 本身就已经有高度跟速度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个AGM-84L 它这个飞弹发射以后 最大最大 它其实大概可以 我个人估计 就以及那个网上的这个先进 那个先进 估计大概差不多可以到 250 260公里远 也就是说 它其实的确是可以发挥一个 视距外打击的 这个能力跟效果 那当然以这个 我们现在的F-16战机来说 透过就是目前 F-16战机的性能提升计划 它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场 入进场 开始一架接着一架 要进行改装了 那未来我们的F-16战机 在空中作战能力上面来讲 首先 第一它当然是雷达要改 雷达更改以后 它整个效能 会比现在雷达大概要好两倍 也就是说 雷达要看得更远 然后它的那个资料 处理的速度越快 而且新的这个雷达 可以跟AGM-88 也就是我们刚获得 美国同意军售的 高速反辐射非弹脑搭配 虽然说我们这次看到 大家就说 我们这次买的 这个AGM-88 并没有搭配上旁边 这个小小的这个目标 目获的这个夹舱 也就是说 要有这个夹舱 来对敌方的这个电波 进行接收跟解算 虽然没有 但是因为现在F-16V 这个新的雷达可以担负 一部分这样一个功能 干涨雷达的意思 不是 它可以去 那个对于敌人的 那个防空雷达系统 特别是那个防空搜索雷达 跟照明 它可以进行一个定位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AGM-88 未来跟F-16V搭配以后 它其实是具备一定程度的 把那个敌防空网 压制的一个能力 那另外我们也获得了 像AM-120 还有跟那个AM-9X 当然AM-9X这次 第一次在实战中的表现 不尽理想 那我相信美国 他们未来应该会去找出改良之道 这一次飞机这样飞出来 跟辽宁舰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不是像辽宁舰从香港 回到中国去吗 辽宁舰它这次从香港 结束开放以后 然后它回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 它路上也的确再度经过台海 对嘛 而且它这次经过台海 它基本上它的这个速度 我觉得比上次 就下去的时候要快 也就是它大概约不到 约末一整天左右 就全部走完 所以它的这个速度 来说来讲并不慢 然后当然 以在那个海峡之中 其实以我们目前 从军方所获得的资讯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 它都没有进行这种 所谓的这个舰载机起降 因为其实对于大陆来讲 它如果没有在海峡中 做舰载机起降 其实在战术作为上是正确的 为什么 第一海峡展 太小了 你做什么事情 我们的雷达通通看光光 所以这个情况就看说 你们要不要奉送情报 给我们我方 所以从军方所监测的 这个结果来看的话 大陆这个航空母舰 基本上他们从这次过去 技术上来讲 就是说战术概念上来讲 是及格的 也就是他们并没有 做什么事情 但当然他们会用一些影片 来表示说 他们好像做什么事 但其实那些可能 都不是在台湾海峡拍的 中国是不是很会挑衅 轰6K也直接飞出来 日本的军方紧张的要命 轰6好 它这次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一连串的 进行这种所谓的 跨战区的演练 也就是说 它从东部战区起飞 进行演练以后 然后穿越雪原岛 宫古岛附近的海域以后 然后进入菲律宾海 然后在台湾东部的 飞航情报区外 然后由北往南走 然后在穿越巴士海峡 前往它南部战区的基地 同样它也有飞机 从南部战区起飞 然后沿这个方向 反方向的飞行 这个航线对吗 有没有挑衅 其实如果说今天 当然就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心里可能不太舒服 第一我们现在感觉 好像就已经被 大陆的飞机跟军舰 都烂丢丢 对不对 但其实如果说今天 它从它建军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今天的这个轰六轰炸机 当然你可以看到 轰六轰炸机 其实严格来讲 说真的这个飞机 他们中国大陆经过 不断的改良 到现在还在用 到底真是奇迹之一 为什么 因为这个飞机 它原先是始于一种 前苏联的轰炸机 叫TU-16 TU-16这个轰炸机 它其实在过去 在使用那个俄罗斯 前苏联空军 他们在使用 基本上也是拿 那个TU-16这个轰炸机 是西挂那种 长城的这种反舰飞弹 然后去要来打 美国的航空母舰打击群的 那后来中国大陆 等到获得 等于说俄罗斯 就是前苏联 把整个工厂 就是说用厂书的这个方式 授权中国大陆 在中国大陆 自己生产这个轰炸机之后 他们就不叫TU-16 他们就改个名字叫轰六 那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他们的发动机 本身来讲性能也不是非常理想 所以甚至于一开始 早期型的轰六 性能比TU-16还要 就是说性能的话 还要差一些 那近几年来 像他们最近 最新的这个轰六K 就是轰六改的意思 他们把这个轰六轰炸机 换了一个新型的这个发动机 然后推力也增加了 然后最主要是你可以看到 它目前来讲 它这个轰六K 它是希望能够 借由腋下的这个六个挂架 吸挂大型的这个反舰飞弹 但是今天严格来说 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既然建立了 这样一个长程打击的这个能力 特别是我们看到 轰六轰炸机 它既然是要搭配 他们的长箭石 这样一个反舰巡弋飞弹的话 那这个反舰巡弋飞弹 射程又很远 超过这个1000多 甚至于2000公里左右 那这个飞机就变成说 它自己本身性能不好 但是它能够载着这个飞弹 到距离你大概2000公里外 就先放这个飞弹来打你 即便这个飞弹 不见得真的都能够命中目标 有些可能被拦掉或干嘛 但是这样一个长程打击能力 就是要让轰六这个轰炸机 它必须要经常性的保持在 菲律宾海这个海域 它对这个战场有一定的熟悉度 等到如果哪天 它真的要进入实战状况的时候 它就能够选择最有力的位置 对它的这个目标进行攻击 所以严格来说 它这样的情况 对不对 它这样子走 个人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是做一个非常重要 也就是战场经营这件事